之前油菜地里面捡到的三只土花梅 大家还记得吗 本来不是三只吗 有一只回来养了梅多久 就死了 然后另外两只都成功的养大放生了 另外一只比较野一点 回来的次数少 这一只是天天回来 只不过是最近一直没有拍 然后前几天下暴雨 我还把它关起来 关了几天 看一下它的耳朵 你们一定没见过鸟的耳朵 看一下 还挺大的吧 可能也就这种鸟 能让我们看到它的耳朵了 太乖了 来 躺个手 躺在手上也挺乖的 对的顺便说一下 它这个尾巴是因为之前关在笼子里面 所以乱了 最近我发现它挺瘦的 主要是今年放生的鸟 主要是今年放生的鸟管的都特别少 基本上都是让它们自力更生 所以野化的速度也特别快 那三只喜鹊现在是彻底不回来的 偶尾巴 偶尔回来一只 还特别怕人 好 没有了 再挠一下痒痒 最喜欢别人给它挠痒痒的鸟 别动 特有意思 还没吃饱 等一会儿给你搞吃的 你先自己出去找一点吃的吧 等一下回来 再给你搞点吃的 还舍不得走是吧 我给它挠痒痒 它现在都舍不得走了 一直趴在这里 现在好丑啊 等换完羽毛之后 就会很漂亮 好 差不多了 别享受了 快去吧